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又晒又热又下大雨。 中央气象局指出,明天,7月24日,全台各地都出大太阳,高温也昌看34、35度,紫外线跟住都处过量级,但是又容易发生午后雷震雨,气象局呼吁民众出门除了要做防晒措施外,也要准备雨具,以备不失之需。 而青台悟空已经与台湾无关,但菲律宾东方海面又形成一着带低气压,之后几天可能会形成轻度台风云雀,需要随时注意动向。 另外,稍早于今日下午6点所发布的豪大雨警报,已于晚间9点解除。 据中央气象局预报,明天,7月25日,的天气大致于今天,7月24日,相同。 清晨至上午时,嘉义以南地区会出现局部短暂震雨或雷雨,其他地区则大多为多云道晴的天气。 午后各地山区及近山区的平地出现雷震雨的几率则会偏高。 天气风险公司表示,明日全台各地的天气多数行时多云偶震雨的情况,南部沿海在上午之前容易有局部短暂震雨,而中部以北及东部在内的山区则在中午过后容易有惹对流发展,雨会下得又急又大,甚至会雷声大作。 另外今年的第十号台风,清台悟空已经远离台湾,为在日本本岛东方的太平洋海面上, 其暴风圈对台湾没有影响,而菲律宾东方海面又形成一着带性低气压准台风云雀,这几天可能会成为轻度台风。 请民众多注意,温度方面,各地高温普遍处在33、34度之间,西半部与花东纵谷少数地方可以到35度左右, 而且梅下雨时更敢闷热。 紫外线方面,明日,7月25日,全台紫外线指数均处过量级, 气象局提醒民众出门需做防晒准备,并尽量避免于上午10点至下午2点间在烈日下活动。 空气品质方面,北部,竹苗,中部,云嘉南,高屏空品区及马祖为普通等级, 宜兰,花东空品区及金门,澎湖为良好等级。 不过气象局特别提醒,由于25日时西半部在清晨及夜间的风速偏弱, 亦造成污染累积,尤其是北部需注意,若是云量减少及降雨不明显的情况发生, 局部地区仍有机会达局色提醒等级。